录《韩哈农夫》之前 对这个节目的设想是什么 就是来玩的 就是来放松的 就像旅游一样 去逛逛中国最美的乡村 体验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他们的文化 然后可能帮助他们做做农活 就比如说摘摘菜 我们帮他们拿镰刀砍一砍 就是这样的 就谁做 就谁做 来了之后就发现我想错了 一个类似贯穿选场 非常疲惫 但是我听说你昨天去放牛 放的还蛮欢的 有吗 哈哈 哈哈 还可以吧 是牛放你呢还是你放牛 你们都放我 哈哈哈 你们门口有那些很多养 养的那种小鸡啊什么 对你们是会去养他吗 不会 而且我看你们那不是有一个打鸣的鸡吗 对 他早上会不会吵到你 会 对 叫你们起床 他早上真的会叫我们起床 嗯 可以给我们排一个就是那个农夫生活的 时间做息表 就从早到晚会做一些什么 从早到晚做些什么 对 是农夫生活吗 然后洗漱 九点开始做农活 下午继续农活 吃饭大家聊聊天开心开心 然后躺床上聊聊天 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会上哪个人是什么 生活 生活 哈哈哈 你们两个到底谁 你们俩是搭档一起生活 他他他他他他毕业我第一次生活要这个强太多了 他挺擅长的就是生活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 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东西 就是你硬生你是生不起来的 你需要一点点给他空间 然后你得慢慢生起来 对对对 循循渐进的生起来才可以 对对对 在哈哈农夫中有没有觉得其他的呃三位农夫对你特别的照顾 不能说照顾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也不是个小朋友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照顾的 因为能够自力更生 就觉得他们影响我东北话影响的蛮厉害的 好热情啊 这黑灯瞎火了 这黑灯瞎火了 我的香 再动回啊 东花将上啊 我觉得我到时候录完整一整季 我都是一个东北人 那你觉得你参加这个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一个就是比较可爱的担当呢 还是比较刚强的男子汉这样的一个担当 那必须是刚强的男子汉嘛 这还用说吗 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来这儿就是全能担当 生活我可以做做饭其实我也会做非常全能 就是我是一个螺丝鱼哪里需要 哪里搬 哪里搬 对对对对 可不可以用几个词汇分别描述他们几个人 非常质朴吧 她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淳朴非常善良 非常耿直的一个女生 我觉得网上对她那些一切的就是说你不好啊怎么的 全都是不属实的 就是感觉她大大咧咧的嘴天嘴地嘴空气 那其实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人 心思细腻 对对对对她非常细腻的一个人 我觉得超喜欢这种性格 瑶瑶呢 就是很有才华 这大家都知道是吧 太熟了 太熟了 而且好奇宝宝 这一切都很好奇 她拿这把刀见啥子 就都要敲两下 我说在我们这个曼长村 只要方圆十公里之内所有的数据被得砍完了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环节 就是我们在网上搜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 已经把这些提问放到了这个篮子里 这确定是个篮子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碗子吗 那下面就有请王渊把它打开之后自己念出题目 然后自己回答 好的好的好的 体验乡村生活最害怕遇到什么事情 最害怕我睡着的时候有蛇爬到我床上 真的吗 你是害怕这个事情发生 我害怕 对对对害怕 成年之后不爱世界第一可爱的标签 那你希望粉丝叫你什么 刚才我从耳机我戴着耳机的都听到有人说王渊最可爱 给我闭嘴 请必须说出一个方向 叫我 成年猛虎 成年猛虎 其实我就是世界第一可爱这标签 因为我粉丝叫了我很久了 我觉得好玩的是好玩的 但是我觉得十八岁了呢 就是可爱之外就加点一点点的才华就好了 我们下一个 网友都说你把狗狗养成猪 是个什么特别养我宠物的技巧吗 就是把狗养成猪就是你多给它喂狗粮 然后因为别人家的萨摩耶都是一天喂一顿 然后我是喂两顿 然后我还会加罐头 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这小狗到我家来了 我就得吃饱吧对吧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王源他非常的喜欢音乐 对就是你 但是当你从那种脱离城市 进入到这种山水田园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点点激发自己那种想要创作的这种欲望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我之前写的很多歌都是在我心情 不太好的时候 或者遇到事的时候会有感而发 那然后田园就是太开心了 就是不会有太多想要这种表情 来 接下来进行第一个小游戏 全能农夫大考验 作为一名合格的哈哈农夫 面对眼前的这些奇特瓜果蔬菜 相信不会难倒奶圆和亮哥的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赶紧去看一下吧 叔叔 你只要猜一对四个当中的两个 就算你挑战成的 好 我们只要猜出他的名字 最好是能说出他的用途 也可以 OK的 这个我看看啊 那个是 它是蔬菜 对 蔬菜 真的啊 太聪明了 中间塌掉 我们就保留前面 好 天呐 你怎么这么这么这么上 这么上鼻子闻的吗 退 退 退 这根要是寒羞草 对不对 呃 寒羞草的叶子没有那么细 你闻它的味道 它可以做菜 可以用来炒鸡蛋 什么味道 童蒙 童蒙 啊 啊 这个菜是不是放错了导演 怎么回事 怎么会到童蒙去了 它闻起来是什么 长沙 有什么出名的东西 脱豆腐 对 第一个字 所以它叫 臭 然后后面加臭不垃圾的草 不垃圾的草 剪成一个字 剪成 臭草 它是可以吃的臭菜 这个其实我知道了 这个是那个酸嚼果糕的那个酸嚼果 对 然后这个是那个圆梦巨人里面 巨人吃的那个水果 叫做 不知道 巨人果 你觉得它形状像狼牙棒 我觉得它像不像海里的一种补品 海胆 海胆果 补品 海生果 前面第一个字 海果 擅长什么 你擅长生 生果 这叫什么 火龙果 对 火生果 这个是 天麻 就它像什么东西 像不像动物身上的 这是一种蘑菇 菇类是吗 这是一种蔬菜 是一种菜类 提示一下 它在云南的米线里面经常会作为一种过桥 过桥 过桥 像牙果 它是蔬菜 像牙 像牙 真的 真的 像牙 好神奇 神奇 神奇 来 在一分钟之内剥十粒毛豆 这个我知道 毛豆 花毛一体 这个跟那个吃的毛豆不一样 对 它不好吃 这个 就是平时都是这样 就挤到嘴里了 要拨到十颗 所以可以加快一下速度 对 突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 你不种起来 你不种起来 本身还在吃 突然间 手忙走了 现在已经有 几颗 八颗 八颗 九 好我们现在倒计是十秒 十 九 八 八 十颗 七 就放弃了是吗 对 好 十颗 好 那边有很多的花 就想考你一下 对这些花认不认识 不认识向日葵 说了 向日葵 你挑一朵你不认识的 上面的是假花 这是一个装饰 那我不认识这个 这个白色的叫做 比较适合告白的场合用 所以今天的挑战任务就是 做一个插花的作品 好嘞 来个直男插花 再为你的作品取个名字吧 等一下我们是插花不是塞花 哈哈哈 原 你是 好可以了就是 我要给他他承受不了的压力 就是我这个作品就是有个名字 嗯 就一般我们比如说买花的名字就叫什么 甜蜜的回忆 或者是 爱你永恒什么的 对 我这叫什么 嗯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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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只会挑战成为我们精心准备的五个 我写了一个Roy 然后画了一个桃心 因为我英文名叫Roy 然后我就中文名写不下了 对 送给那些带你的人 好 那我写一句祝福吧 祝你新年快乐 2011 9年 千万年 刚歌祝你身体健康 潮女百岁 那最后再让我们一起喊成功 我喜欢美丽